蘇丹軍隊拘捕了代總理和其他官員後 在星期一宣布解散政府並接管政權 軍方本應在下個月將政權現在被民人領導 西班牙官員星期一說過去五個星期 在拉帕爾馬島上噴發的火山熔岩比以往更多 熔岩流有可能吞沒以前未受影響的地區 意大利暴雨染沒了南部大部分地區 西西里島最為嚴重 救援人員發現了一名67歲男子的屍體 他的汽車在星期日被洪水沖走 中國在星期一報告了39宗新的新冠病毒病例 過去一個星期與德爾塔便有關的總數超過100宗 日本東京的餐廳從星期一開始 不再面臨禁酒令或營業時間下載 東京新的新冠病毒病例數目 已從8月中旬的近6000宗高峰下跌 日本東京新的新冠病毒病例子 中國新的新冠病毒病例子